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男朋友 我们的老公会嫌弃我们 所以他一定会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困扰 那究竟是哪三件事 如果我们把它做好的话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私密处异味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谈谈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气味 那气味是有分健康和不健康 如果是健康的气味是在30cm以外我们是闻不到的 如果是不健康的气味在30cm以外 我们还是依然可以闻得到的哦 那气味有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鱼腥味 如果今天你是嗅到有鱼腥味的话 就说明了是细菌性阴道炎 那我们的阴道跟肠道是一样的 它本身都有一些菌 而这是一个良性的菌 它是帮助维持酸碱平衡 那如果今天我们是被外部的这个病菌入侵 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抵抗力是下降的话 免疫力是下降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酸碱平衡就会被破坏 然后就会发生阴道炎 这就是鱼腥味 第二个呢就是恶臭味 如果今天我们是嗅到一个很臭很臭的味道 恶臭味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 因为它有可能就是这个严重的子宫弥烂 甚至是这个癌症的前兆 尤其是60岁以上的女士朋友们要更加的注意 如果你嗅到这个二臭味 一定要赶紧去找医生 第三个呢就是金属味 也就是血腥味 如果今天我们是在月经期间 你嗅到金属味血腥味是OK的 那如果是月经期过后 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你依然可以嗅到这个血腥味 那你就要多加注意了 因为有可能是这个阴道出血 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去理它的话呢 这样子细菌就有机会入侵 然后就有机会滋长滋生 然后过后呢就会有 慢慢的严重起来呢 就会有其他的这个复刻疾病发生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嗅到有这些气味的话 这个鱼腥味 二臭味 还有这个金属味 我们一定要去赶快找医生哦 这就是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气味 第二件事呢就是卫生 卫生是有分这个个人卫生 个人卫生就是当我们去上了厕所 我们上了小号过后 我们要用纸巾擦一擦 或者用清水洗一洗 然后呢就是每一天要换新的一条内裤 就是每一天要清洗内裤 换新的一条内裤了 然后另外就是在月经期间 月经期间我们就要注意 我们要每三个三到四个小时 更换一片卫生棉 那如果今天经期已经停了 我们也要跟着停止用卫生棉 千万不要365天都在使用这个卫生棉哦 这会让这个环境非常的不通风 然后就让这个细菌有机会直升了 这就是第二件事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卫生 第三件事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内裤 那我们知道吗 你们都知道吗 这个内裤呢到底用过后的内裤 它到底有多张呢 根据这个马来西亚妇科病统计啊 马来西亚的女士有80%以上的 这个妇科病反复都是因为一条用过了的内裤 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条内裤的杀伤力哦 所以在这里建议大家 如果你是用一般面料的这个内裤的话呢 你一定要在三个月内三个月以后呢 你要换新的一条 就是讲每三个月你要换新的一条 这就是第三件事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内裤 好了今天就是要跟你分享这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气味 气味如果有鱼腥味 二臭味然后金属味 就一定要多加注意要警惕自己哦 第二件事就是卫生 卫生有个人的卫生 然后就是月经期间的卫生 然后第三件事呢就是内裤 每三个月我们要换新的一条内裤 好了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我们把这三件事给做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个超超公主 然后成为一个香香的公主 好了我是Stella 简单如意记 你可以叫我拉拉 我们就在下个视频见哦 拜拜